媳妇自从有了三个小家伙后 我的位置又往下掉了 现在就是家里地位最低的 你也不心疼心疼我 好了别闹了 外面还有人呢 你给我等到晚上 晚上你能把我怎么的 现在你只管嘴硬 看你明天早上能不能下得了亢 喂喂 有事 的确有事找你们 我想做三个孩子的干爹 我这话可能有点冒昧 但是我敢保证 我绝对是发自真心的 不牵扯任何杂志 这一点我用人格担保 请你们务必相信我 三个孩子有个这样有钱 有事又有钱的厉害 干爹貌似也不错 这个家伙刚才打扰了 我跟媳妇亲热不说 现在又把主意 打到我的三个孩子身上 想得美 我祸消得走 为什么要喊别的男人当爹 干爹也不行 这三套是南边的房产 其中两套小洋楼 一套是个大宅子 是那种为数不多 保存下来的原理 这三套房产 是我这段时间经挑戏选出来的 原本是打算 打谢微微的救命之恩的 但后来又决定 这个来打谢救命之恩 太过浅薄了 正好拿来做 给三个孩子的礼物 这礼物一出 我消到嘴边的话 犹豫了一下 但是两口子 还是不打算要 莫非是微微 你看不上这点东西 我知道你这些 添在我身上光是花费的 那些药材 就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要不你告诉我 你还喜欢什么 我立刻让人去准备 行了行了 我替孩子们收下还不行吗 那我们可收好了 从现在起 我就是三个孩子的干爹了 晚上货销折腾得特别激烈 叶薇薇终于知道 她之前那句 让她明天下不了抗事来 真的不是开玩笑 楚照临蝶时 叶薇薇给了她一个小箱子 里面装着几样名贵药材 和叶薇薇制的各种药碗 我送的礼物还是太轻了 这药碗随便拿出一颗 都是外面花钱也买不到的 能认识她 结交她 做她三个孩子的干爹 是我不知道 修了多少年才修来的福气 钟燕被关了月个月后 终于被放了出来 听许美军跟陈嘉丽说 钟燕最近变了很多 除了依旧跟陆小兰不对付 喜欢跟赵明哲搞暧昧外 其他方面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这都差点被当敌特办了 要是还不知道收益 那就白重生一场了 因为钟燕提供的那个消息 实在太过让人震惊 调查取证什么的 花了不少精力跟时间 总算是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而这一个月来 也有好消息传来 最让叶薇薇激动的 就是她爸爸的事情查清楚 已经证实是被人陷害了 上面已经下了文件 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这件事楚昭从里面出力不少 京城那边也是塌脱的关系 不然也不会这么快 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爸妈跟大哥三哥他们都没事了 这个冬天不用再农场受苦了 能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晚上的时候 看秦老爷子逗弄三的孩子 刘贵兰忽然开口 看着小云叔这眉眼 你有没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孩子的模样随他爸爸多一些 秦镇远你可还记得柳清雪 你 你认识秦雪 他 他 他死了 他死了 三个子像是重锤重重地敲打在秦老爷子心上 他眼前一黑 差点栽倒 你现在装什么情深 当年他一个女人大着肚子 一个人在外流落街头的时候 你在哪里 他一个人苦等你不来 差点被人害得流产的时候 你在哪里 他生孩子难产大出血 拼着最后一口气等你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秦镇远 你当年可是发过誓的 说这辈子都会对他好都会护着他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 这么护着他的 我 我对不起他 对不起 对不起管什么用 他稀罕你这句对不起 你一句对不起能让他活过来吗 能吗 秦老爷子眼圈通红 在刘贵兰的质问下说不出话来 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 叶维维生怕人出事 连忙给他输入一丝木系能量 我家小姐原本是个多么鲜活的性子 结果再嫁给你之后就像是变了个人 像是躲失了水分的花 而我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朵花枯萎 看着好好一个人 孤零零地变成个坟头 而这一切都怪你 当年要不是你执意带小姐走 这一切或许就不会发生 老三我 上次在县城那栋宅子里 那棵狮子树上的字你看到了吧 我不是 你就是我妈 你养了我二十几年从小就护着我疼着我 怎么能不是我妈呢 你难道忘了小时候连大哥二哥都羡慕我 说你最亲的就是我了 整个大青山寸都知道你最疼我 我们家小姐临终前说了 她不怨你也不恨你 她只希望霍霄能好好长大成才 我刚才那些话就是替我家小姐不值 霍霄这孩子从小被我养在身边 之前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原本是想要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的 但是那天听说你被人抓走 我想要是我家小姐还在 应该也会这么做的吧 背景她一直是那么正直善良的人 性情的 你已经辜负了我家小姐了 不要再对不起孩子 要是你对我家小姐还有一丝愧疚 就好好对这孩子 把你欠的那些都补偿给孩子吧 你已经委屈了我家小姐 不要再委屈了孩子 妈我已经成家立业是一家之主了 我是个男人 我想要什么 会凭我自己的本事去争取 不需要什么补偿 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就行 时间不早了 秦老还是先回去吧 秦老爷子犹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他看着霍霄平静淡然的表情 心又沉了沉 嘴唇如动了几下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对不起秦雪 也对不起这个孩子 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更多呢 叶薇薇扶着秦老爷子 一直把他送出了门 注视着他亮相着步子慢慢走远 忍不住叹息一声 摇摇头 今天这事是妈不好 没事先跟你们通个气 让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就 吓着你们了吧 没有 其实我跟霍霄心里早有猜测 只是我没想到霍霄 她不是你亲生的 要知道你对她可是比对大哥二个都好 霍霄应该一时半会也很难接受 我怎么能不对她好 她可是小姐唯一的亲骨肉 哇 刘贵兰情绪过于激动 说了很多从前的事 刘家曾经也是青山县 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 我的父母是刘家的下人 我一出生就在柳家 因为跟小姐柳清雪年纪相仿 从小就被送到小姐身边 我们两人一起长大 一起读书习字 一起学绣花缝衣 早些年 柳老爷曾经就过亲家人 两人聊得十分投缘 就给孩子订下了娃娃亲 结果老爷跟夫人成亲后多年没有子嗣 夫人好不容易才怀上一胎 生下了小姐 结果也是因为这个 族里有人觊觎老爷的家产 等小姐到了要出嫁的年纪 他们又想左右小姐的婚事 正逢乱世 老爷夫人遣散了家里的下人 我同父母回了大清山村老家 结果没多久 老爷就出了意外去世了 剩下小姐跟夫人母女两个面对那些族人 处境艰难 就在那个时候秦家人找来 打着当年婚约的旗号上门 小姐应该是被族人逼迫得狠了 就答应嫁给比他大将近十岁的秦振远 再见面 已经物是人非 那个时候 小姐跟我都有了身孕 我不放心小姐 留在县城陪了她几天 帮她料理老爷夫人的后事 虽然小姐没多说 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又怎么听不出来 小姐必然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不然怎么会一个人 大着肚子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 身边连个人陪着都没有 小姐整天郁郁寡欢 日渐憔悴 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 没能挺过来 至临终交代几句 把孩子托付给我 就撒手人缓 而我因为小姐的事 伤心过度 孩子没保住 小产了 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后再回村 或消救成了我家老三 小姐也被葬在村里的坟地里 小姐当年千叮宁万嘱咐 只要不是秦振远亲自来 无论是谁来都不要说出孩子的身世 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你的那对镯子 是夫人当年给小姐准备的嫁妆 小姐特意叮嘱那是将来给她儿媳妇的 真是造化弄人 柳清雪那么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 年纪轻轻就相消欲语了 婆婆这些年不但守住了这个秘密 还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完成着小姐的托付 不但把货消服养成才 事如已出 连队伍也格外的关心与谈爱 我能理解货消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为什么会这么排斥 反应那么大了 谈爱了自己二十多年的亲吗 突然告诉她自己不是亲生的 换成谁也一下子难以接受的吧 不然货消也不会一直待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以这样的态度来表示拒绝接受这一切了 薇薇你有时间多劝劝她吧 再怎么说也是骨肉至亲 那人年纪也大了 我是怕万一再发生像上次那样的意外 人要是没了 小姐全下有知肯定会怪我的 我知道妈 你肯定是在为我们打算 为我们好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好好好 我就知道你是最贴心的了 行了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你们早点歇着吧 我们要求居留下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